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大家好 我们今天要回答一位网友的问题 他叫做安之若素 EVER EVER EVER是forever 是不是 安之若素就是安之泰然 就是处之泰然的意思 或者是piece of cake 的意思 他说邱医生肚子上的肉很多 有什么方法可以捡肚子 这个问题邱医师以前有谈过 肚子凸凸的捏起来厚厚的 这个就是我们讲腹部肥胖 很多女生都有这样的问题 男生也有 男生有中广型肥胖的问题 但是胖的位置可能不一样 我有一个推荐的检查方法 叫做掐指试验 就是用拇指跟食指把你的肚子的这个地方的脂肪 把它捏起来 当然手指要顶到硬硬的腹壁 然后捏住 捏住以后拇指跟食指不要移动 就是说这个距离保持一样这样捏出来 你看我捏出来大概这样 这样大概2.5公分 不到3公分 好 这样的厚度代表你皮下脂肪的厚度 好 如果你捏起来以后 皮下脂肪是4公分以上 那就是你有皮下脂肪堆积的问题 反过来说 如果这样捏起来以后 像刚刚邱医师这样 不到4公分 可能3以下 代表什么 皮下脂肪并不多 这样的话还是肚子突突的 代表什么 代表你是内脏脂肪堆积的问题 好 那这两种问题有不一样的处理方式 因为在我们医学的研究上面 皮下脂肪呢 它那个脂肪细胞的细胞膜上面的受体 叫β2的receptor 就是乙二型的受体 内脂脂肪呢 那个脂肪细胞上面的受体 叫做β3 就是乙三型的受体 乙二型跟乙三型的受体 乙二型跟乙三型的受体 会刺激不同的β2或者β3 不过我今天不是在 叫你做药物的这个 简体脂 不是啦 我是要告诉你 放诸天下皆准的方式就是 要刺激β2跟β3的脂肪细胞分解呢 万变不离其中的道理 就是什么 就是肾上腺素的分泌 肾上腺素 好 肾上腺素什么时候会分泌 运动以后会分泌 为什么 运动以后 心跳加快呼吸激畜 对不对 气喘如牛 这个时候就表示你肾上腺素在分泌了 肾上腺素分泌的时候 内脏脂肪跟皮下脂肪都有机会分解 好 那么 请你加上一个 这个原理 就是加上一个方法 就是 在刺激肾上腺素分泌之后呢 适度的在外力加压 就是穿上一个紧身衣或瘦身衣 外力加压以后 双管齐下 脂肪让它有机会分解 在外力加压 让细胞有接触性抑制会缩小的这样的效果底下呢 来达到双重效果 好 最后第三招 再加上一个腹肌的锻炼 因为很多 当过妈妈的女生呢 生产以后啊 腹肌松弛 有一种说法叫腹直肌分离 虽然不一定到分离 但是呢 变松是一定的 这个时候呢 表示你肌肉需要锻炼 不然的话你就像 吹脏的气球消风以后 那个松松垮垮的感觉 那这个时候靠着 因为气球是无法锻炼的 可是我们肌肉是可以锻炼的啊 你就两握起坐 练腹肌 反复练习 反复做 只要你有心 只要你够用功 你的腹肌锻炼起来以后 它也会有一点 腹肌加压的作用 那腹肌一加压以后 内脏压力增强的时候 那个脂肪在内脏里面 就有机会怎么样 这个 在肾上腺素的刺激底下 分解的更为彻底 那这样的话 你的内脏脂肪就有机会消掉了 好 希望今天啊 给你这个讯息 对你有所帮助 试试看你会成功的加油 想知道更多科学瘦身的知识吗 请上网搜寻爱瘦美 还等什么 赶快加入吧